3月27号由于天气恶劣 对马来西亚失联航班的搜寻行动部分暂停 不过中国的一架1276运输机和雪龙号补给舰 还是参加了27号的搜寻行动 据报道迄今为止 中国已派出了16艘船舰15架直升机 两架大型运输机前往澳大利亚海区搜寻 中国媒体援引军事专家的话说 中国派出的舰船规模相当于一场中等规模的海战 从高清卫星成像技术到先进的战舰 中国的军力在马航搜寻行动当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中国问题观察家张家敦说 中国炫耀军力让周边国家感到担心 尽管周边国家很开心看到中国 参加搜寻马航残骸的多国行动 但是这同时也会让他们想起 中国最近一直试图在做的事情 此次的搜寻正值中国的军力增加 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与周边国家陷入领土纠纷之级 最近的例子是 中国还仅阻拦两艘菲律宾船只靠近第二图马斯潜滩 以及中国所说的仁爱交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 中国国防外交政策研究员程冰说 中国不遗余力地投入搜寻工作的主要原因 当然是航班上150多名中国公民的命运 但是中国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展示自己的实力 改变亚太地区或是全球对中国军力的看法 我想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会利用这个机会展示自己的能力 在某种意义上 利用这个机会来试图发出新一息 威慑或是试图劝说自己的邻国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这一架突然消失的现代客机 程冰说中国的卫星成像技术还停留在西方的1980年代的水平 中国媒体也承认 这次的搜寻行动显示了中美海军力量上的差距 中国利用搜寻的机会刺探其他国家的情报 也是周边国家担忧的事情之一 早些时候 随着搜寻网航科技的行动扩大到印度洋 中国请求印度方面允许其派出四艘军舰进入安达曼海域 但是遭到印度的礼貌拒绝 印度担心中国利用搜寻为借口 收集印度重要的国防设施的情报 威威华卫视 斯阳 任宇阳 华盛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